我和Ramby说一下港股 看到指数昨天一度跌穿了11月底早出来的低位 但是之后它的美市又回升了 虽然幅度又不是很多 但是你看看暂时的走势 究竟是会再试一个新的低位 还是暂时有机会回稳一点呢? 我想整个势我刚才都说到一定还是弱的 我想大家现在看的图都记得到 继续在一个下降 浪底浪格局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跟你说大声都不顺习 你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而且始终刚才我提到到尼美的动力上说 就是成交都比较劳一点 开始慢慢都越来越缩的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你说要真的很大声难的 但是短期有机会有些反弹的出现 这个反弹纯粹是技术的反弹 因为始终昨天一来再创回联络多月之后 就是咬妖道性之余 其实昨天的低位是23155 其实首月底的低位是23175 但是如果你比对起昨天的低位低过上一次 但是如果以动力指标 RSI这些9天来计算 反而是有个底背池的 昨天的跌到2315这些位都好 其实RSI最低就是大概30度 但是上一次到23175的时间 9天RSI是下跌过20边20楼下 其实意味着可能有点底背 可能短期技术的反弹有机会出现 但是这些真是纯粹的技术反弹 也不要觉得因为这件事而可以弹很多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向下不穿昨天低位之下 向上来计算反弹 暂时如果真的比较 望回20天线左右 2万4边 我觉得真的能够令到这些位置都站稳 突破了的话 感觉是才稍微可能再理想多一点点 变成如果不是的 可能都是这些大概差不多 借近1000点 做回上落 是